始終他今天也端出政策牛肉 他說要把台北市公共廁所的馬桶全面汰換 都變成免治馬桶 要從生活當中的小細節出發 希望有福利政策讓民眾有感 不過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蔣王安 他認為當前目標其實應該是 提升整體公測清潔衛生品質 公測三保 幸福加倍 首舉標語高喊口號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合體婦女團體 登記參選後的首場政策發表會 陳時中斷出牛肉 找來網紅四叉貓合拍宣傳片 陳時中搞笑麥蒙提出未來台北市公測 將全面汰換成免治馬桶 從生活中小細節出發 是要讓民眾幸福感大大提升 東京在日本其實大家都注意到 我剛剛有講過 你到他的廁所裡面 你完全一點壓力都沒有 那出國有感受到人家的進步 那我們就想要學習 均價如果國產的話 其實大概六千元一座 接近日本經驗在符合市政預算下提升城市生活體驗 盼望也能讓外國訪兵對台灣的公共環境留下好印象 但對手們卻認為落實公測的清潔管理才是當務之急 所以我們也經過我們的初估這都是市府的預算規模能夠負擔的範圍 其實目標應該是要提升整體公測的清潔衛生品質 因為市政也有更多更需要市民朋友了解的大的方向 不管是交通都根等等議題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還是必須要有相關完整的配套以及清楚的說明 參選人拼選站提出新政策 誰的牛肉有料符合市政需求 選民心中自有定奪 請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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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按讚 訂閱 感谢观看